来自澳门的酒吧后青年何觉荣 在2002年1月份正式从校园来到了职场 他把人生第一份工作选择在了广州南沙区建设中心 首先因为我本身是建筑学专业的 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说 我觉得在内地发展会有更加多的发展空间和机会 我本身对南沙这座城市就有比较大的好感 我觉得南沙是一座非常具备潜力的城市 还有我又在机缘巧合之下 我见到区建设中心关于港澳人士 港澳应介生的招聘公司 我就没有考虑那么多 我毫不犹豫就报了这个考试 这位澳门姑娘身躯小能量却很大 刚刚适应这场角色 她就马上拥有了新的角色 在当地街道的核酸检测点上 何觉荣熟练地引导着大家进行核酸检测 在近一个月中 她已经是当地志愿者队伍中的一名常客 在抗疫这三年期间 我见到很多人为了这一次抗疫付出了很多努力 但是其实我都没有直接去为这件事情付出了什么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就算想去做这个志愿者 但是因为工作或者学习的原因 他们都做不到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所以我要捉紧他 何觉荣毕业于清华大学 在大学社团里 他组织活动 帮助澳门同学融入内地校园生活 喜欢和不同的人打交道 也乐于倾听 这让他很适合志愿服务工作 对这位充满着急的青年人来说 志愿服务是他乐在其中的 穿戴严密的防护套装 加入到抗疫的队伍中并非轻松之事 志愿者习惯把到居民楼里挨家挨户 测温排查 核实健康码等称为扫楼 这样的工作往往时间紧任务重 而这名刚刚走出象牙塔的女孩 就证明了自己并不智能 我们叫做两人一队去扫楼 当时因为这个任务来得很紧急 那个小区面积都非常大 我们要在一天的时间内 要扫楼整个小区 我们中午的时候都没有休息 吃完饭就继续进行扫楼 我们两人一队 一天最多扫楼六栋楼 其实我一开始会以为 我去到别人家的门口 可能会令人觉得冒犯 但是其实都没有 很多人都很支持我们的工作 我们每一次问完他们的事的时候 他们都会跟我说 多谢呀 辛苦呀 我会觉得我自己做的工作 我们的努力是很值得的 而对于自己现在在南沙区建设中心的工作 何居荣说自己已经适应了工作岗位 单位和同事都给了自己很多帮助和支持 当初自己选择来到南沙就业生活的期盼和决心 正引领他一步步前进 在大湾区的政策支持底下 南沙现在在飞速地发展 可以见证这座城市的发展和变化 我觉得是非常之期待的 在飞速地发展 在飞速地发展 至少了 是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